您尝尝这一尝 好 我说不错 小林啊 咱们认识两年多了 你也是知道的 我的呢 权限有限 平时呢 分给你是没什么问题的 可是这个愿意 非要我多分你两个吧 我们呢 也不是没有这个计划 可是 你得给我按六 这样呢 我的费用才能摆得平 雷哥 你也知道 我最多的权限就是到七折 而且还是在一分钱 提成楼库拿的情况下 我最多就完成一任务 那哥哥 我确实是帮不了你这个忙 那您看这样成功 我呢 再给你配两个板面的门门 咱们折扣呢 还是按七折来 您让我少赔一点 别啊 你还是给我最低的折扣 这样呢 我才能向领导友我交代 李总 你还要向谁交代啊 这事不就是你负责的吗 哎呦 麦多小姐啊 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权限 就是你 算了 麦多 李哥呢 跟咱们都合作这么长时间了 李哥要是真有这能力的话 肯定会全心全意帮我们 就是 来 嗯 这个心理的 这不是车火打结吗 小唐 小唐 我看你一脸疲惫的 是不是结婚特累啊 夏总 我真是有点想不明白你 你说你呢 开一好车 住一大别墅 可是却干了一吃力不到好的活 你这图什么呢 当然了 你不想说呢 我也不会多问 但是你千万别告诉我 你那别墅也是朋友借给你 什么 六折 太低了 公司根本就没有钱赚 而且开了这个头以后很难收到 白叔叔 你就看在我爸的面子上 帮帮我吧 你都这么叫了 我还能怎么办啊 不过咱们说好了 林小唐这个只能算任务 没有提成 而且就连他们经理也没有管理提成 你还是给他提成吧 这样就亏本了 而且财务那头也不好说啊 这样吧 提成那块你从我工资里扣 你 他现在都快穷死了 再不给他提成 我估计他都快活不下去了呢 麦朵 有些话呢 你不愿意听我也得说清楚 人家是结了婚的人 你这样做不好 白叔叔 你想多了 其实是因为他是我师父 所以我才想帮帮他的 那好吧 不过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对了 白叔 这件事我还求你帮我保密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 他要知道了 他那自尊心肯定受不了 你这算什么呀 你帮了他这么多 连句感谢的话都不让他说 这你就别管了吧 喂 喂 你这个月真上不了吗 不是 你再想想办法呗 那好啊 好嘞 谢谢你啊 小王 喂 侯总 您那边就是广告 小唐 好 谢谢你啊 那好吧 那咱们下个月再合作 小唐 还是不行啊 不行啊 这月除了李总那单子 其他全都没写 那不然 你去找白总试试吧 看他能不能拿六招给你 肯定不行啊 你说你这人 你都没试过呢 你怎么知道不行啊 在公司都待三年了 价格体系我比你清楚啊 去试试吧 在一 白总就给你个惊喜呢 我不去 哎呀 去吧 哎呀 我不去 那你总不能老让某哥 拿你说这吧 哎呀 白总呢 他是总经理 看问题呢 也更全面 说不定 他就伸给你那价格了 我现在要去找白总 这是属于月集会吗 那某哥真儿老了 他得恨死我 哎呀 你说你这人 怎么这样啊 你以为你不找白总 某哥就不恨你了 再说了 你哪有时间想那么多啊 这白颜色疼 吃吧 吃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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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说吧 这个折扣确实没钱赚 不过呢 他是个大扣 你也跟他这么辛苦 这次就通论一下吧 谢谢白总 不过你不能跟客户这么说 你得说 这次是包社做特刊 价格上有清洗 下次可不行了 这个我明白 那你去拟合同吧 好 小林 你再坐一会儿 我们聊一聊 来公司快三年了 三年十一个月 那是老员工了 去年公司做构架调整的时候 我就考虑过提拔你 不过呢 我觉得你太年轻 虽然业绩不错 但是很难扶住 今年我觉得成熟多了 而且具备一些领导能力了 谢谢白总一直这么关心我 链家地产那条怎么样 刚找到了一个关系 现在正在跟进 那可是十大地产 我听说今年他们有大项目 而且如果你能把这个项目的宣传 整个都拿下来 那你可就立下汗马功劳了 房产事业部的经理就由你来做 你是说让我做经理 是啊 没信心吗 多信心 有信心就好 继续努力啊 我看好你 我不会辜负我白总的计划 好 你傻笑什么呢 你小龙同学 白总不义了 我真没想到他会同意 那你还不赶紧拟合同 对 我得赶紧拟合同 要他比电脑还变卦了 估计猛哥会大吃一斤的 我让他大吃两斤 你还有什么来着我呢 没有没有 进来 进来 经理 这儿有份合同 请您签个字 行 你放这儿吧 这个合同我客户等着要 您签个字我就去盖章 然后就给客户送过去了 你的叫我怎么工作呀 随便给我份合同 我随便看我给你签 出了事你付得起啊 您签个字 我这任务呢就完成了 李小棠 你到公司几年了 公司价格你不清楚 我清楚啊 清楚你给六折 我都没这权限 你是想糊弄我 让我签完了字 你好懵懵我官 我告诉你啊 这合同就算这么签了 所有的损失 我肯定让你林小棠 一个人给我补回来 不是经理 您说的太严重了 我哪有那权限啊 这个六折呢 是白总给的 白总给的 是啊 白总同意的 你去找白总了 李小棠 你约过我去找白总 好了 你这个刺头我都管不了了 你下个月也别在我这部分干了 你别啊 您看您别生气啊 您把字给我签了 我这任务就完成了 我不签 你这么大本事干嘛不自己签啊 您看啊 您签了字以后呢 我的任务完成了 对您来说呢也有好处 而且白总都已经同意了 您这何必呢 别给我拿白总押我 而且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不相信 这是白总给的价格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 您就给白总打个电话呗 我现在亲自去找白总 如果白总没给的价钱 是你假传圣旨的话 你自己看着吧 在这儿等我 老大您看看那儿 林药棠说这价格是您改的 有问题吗 您怎么能这样啊 我哪样了 你至于弃成这样 我这不是弃不弃的问题 这就是原则问题 行了别扯那么大啊 老大 我带的人不通过我 直接来找您 然后您同意之后 我回去签个字我做什么呀 我是一百个车 行了 特殊情况 意外 我觉得这事不能这么做 好 那您想要怎么样啊 林药棠是个尖子我承认 但这种动不动的上报的刺头 我管不了 我想让他换个部门 至于那麦朵 实习这么久了 一点业绩都没有 我就说让他干脆走人算了 不行 为什么 没有什么为什么 你想不想听我的意见 那我告诉你 不行 是林小棠不行还是麦朵不行 不 林小棠我没让他走纸上的换部门 麦朵 一个实习生我是经理 我草他还不行 行了 以后做好分工 各行其事 干嘛搞那么尖锐 麦朵是您经典 不是 那是您朋友的女儿 我什么时候往公司里 安排过自己的人呢 那您告诉我为什么呀 没有什么为什么 这个合同我已经同意了 你赶紧签字 让林小棠去若时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好 不是经理 你这字还没给我签呢 小棠 坐 嗯 请坐 那个 小棠 咱俩也好久没聊了 那这次 我 退心之腹的给你再聊聊啊 你 告诉我那麦朵是什么人 麦朵就是麦朵啊 我 你看你又跟我火心你 我是说这麦朵到底是 什么来头 麦朵是你带给我的 你不知道他什麽来头 我怎麽会知道呢 你看 你找找靠山 我的靠山就是您 我会盯着你呢 你盯着我 你盯着我干嘛呀 好 您要想玩的话 我就好好陪你玩玩 别别 行李 我会跟你好好混 好好的啊 谢谢李高 走 早上是没看见 他那副奇迹白发的样子 看那小人做的 我不用看都知道 很危险 我气很高 是吗 那你可得注意点儿了 小心啊 他背后同意了 以前我怕 现在我还不怕 怎么 你还有靠山了 不过他问你是 什么来的 那你怎麽说的 我能怎麽说呀 我说麦朵 是你给我找来的 你不知道我怎麽知道 就是 那你什么来的 我 我 我不是又是一个 刚回国找不着工作的 小博士医生吗 嗯 再说了 就是运气好一点儿 借了一辆 不花钱的车来开 这是不是就得配 这麽大一个来头 才不是啊 我早还会知道 好吧 老婆 今天晚上想吃什麽呀 老公回给你做 我今天哪敢吃饭啊 不吃 怎麽啦 我今天有重任在身 我要回娘家 去把你朝思暮想的分子钱 要回来 哎呦 咱能不提这事儿了吗 都上干净啊 我今天哪敢吃饭啊 咱俩的感情伤不了 咱俩的感情 像人民币一样坚挺 挂了啊 夏夏 妈还得跟你说啊 你现在跟婆婆一起住 饭虽然不用你做了 其他的家务活 你还得学着干啊 我知道了 妈 天下婆媳 十个中九个仇 这婆媳关系 是天下 关系中最难搞好的关系 哎 你现在不当一回事 以后有你叫哭的时候 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吗 林小棠父亲去世得早 和他妈妈感情深着呢 你要让林小棠受点委屈啊 他都能忍 你要让他妈妈受点气 他肯定不会让的 妈 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 我说 我好不容易回一趟家 你们两个能不能让我 好好吃个饭啊 别老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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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行不行啊 你当初要是嫁给好人家 不用跟婆婆再一起住 我们何至于操这口心呢 儿子啊 妈在你这都闷死了 跟坐牢似的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不是 妈这样 那个 我们这院里面呢 有一堆那个 老太太还有老头 在那儿跳舞 跳得可好了 你就下去跟他们跳去呗 行了吧 我知道你说的 就楼下那个 花园里的老头老太太啊 那些老太太 更跟妖精似的 甩头百尾 我可学不来 又死了 不是 妈你就去 你去了以后 把那秧子给他们一扭 你就堵了一个风骚 行了 来来来 你们两个过来吃水果 去吃水果 来 谢谢 妈 你真是疼我呀 你先来 好好好 乖女儿 很甜的 妈 我问你个事呗 说吧 我跟小唐结婚 那个份子钱呢 份子钱 干什么 还剩多少啊 六七万吧 大概 你爸给你们保管这儿呢 爸 钱呢 是李小唐让你回来要的 怎么可能啊 他哪儿敢啊 晓晓 放心 这钱呢 放在我们这儿 一分钱就给你了 现在都不会要你的 不过这婚也结了 房子也买了 是不是该填辆车了 是啊 填辆车了该 六七万块钱 买什么车啊 开出去 我都觉得丢人 现在知道丢人了 当初要嫁个好人家 现在 不想要什么有事了 老李 别来 下下 为了你们结婚 把我跟你妈里的老底 可全都掏空了 所以呢 往后 就别指望我们了啊 爸 你怎么回事啊 掉前眼里了 不知望 不知望 就是指望啊 我们也没了 妈 我发现你现在跟爸爸 越来越像了 像什么 小气 抠门 天天防着我们防贼似的 是不是 瞧你这个 没良性的丫头啊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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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 哎 怎么样 救救 看什么呀 叫救护车呀 来 来 走 这 怎么不去办手机 不是 这 刚才这个老太太是在路上被人撞倒的 我是好心给她送过来 我办什么手续呢 再不办理手续 耽误了救治 我们可不负责任 她情况很严重是吧 再来晚点 有你们后悔的 快去吧 办理手续去 去哪儿 沈阳路多少钱 给三十万 你抢啊 这才多远 做工地要一块钱 打车最多不过十来块 哥们儿 这个点儿就往那边去堵车 你现在也打不到车呀 最多十五 走走走 给二十就上车 怎么又是那个 请注释您的驾照和行驾照 请按照我 没围着我 你没围着 你这是又拉丝活了吧 没有 没有 你知道你这是第几次吗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这样屡交不改呢 我下次一定来 来 二十把网款交了啊 记住了 下次别再犯了 下次别再犯了 帅哥 你还走不走啊 好 以后真的是不能再拉丝活了 谁让你拉的 这一个月下了 赚那点钱还不够交罚款呢 你以为我想啊 你说我每个月工资一半交给你妈当生活费 再跑去停车费游着钱 根本就不剩什么 唐力 你有良心吗 每个月交那点生活费多吗 如果一开始像你说的 我们在外面租房子 现在可能能够死了 我说不该交了吗 你说你 每月工资你都自己花啊 我那点工资 交那些钱根本就不剩什么 你现在有时候跟朋友一起出去吃饭 一到买单的时候 我装孙子装到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你让人秀在现在关我叫什么吧 皮修 什么叫皮修啊 就止尽不出那种吧 庞丽 你跟我求婚的时候你怎么说的呀 你说你要给我幸福 你说你要让我在姐妹面前有面子 我幸福在哪儿呢 我面子在哪儿呢 你作为一个男人 养家是你应有的责任 我怪过你吗 我埋怨过吗 是是是 我没见到我应该尽的责任 对不起 我帮你们是钱闹的 一万多 我估计吧 应该是 不然的话你说他又给电邮费 又把老爸给送回来的 就是啊 一定不能便宜了那回来的 请 请 王先生 您就是那打电话的邓 邓敏之邓先生是吗 我那是 我妈是您给送来的 对 老人家已经醒了 说想见你们的 对了 我这儿 我这儿刚才还垫了一万多的医药费 医院说可能不够 我估计你们还得赶快再准备一些钱吗 一万多啊 是啊 医院说想出院的话 可能你们还得再准备两万多块钱 两 两 花那么多钱啊 我们哪有钱啊 先别说了 进去看看老人家吧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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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行 行 行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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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 妈 妈 怎么样了 伤了我头疼 知道您头疼 现在不是头疼事 您啊 您告诉我谁撞着您 别 别 这么看我干嘛 什么意思啊 不做亏心事 不怕可叫门 妈 您说谁撞着您 你到底是说话呀 这治疗费 怎么着也得三两万呢 现在这个价 哪里有这么多钱吗 对 妈 您请 就您说谁撞着您 妈 您甭怕 您就说 到底是不是他 把你撞倒才送你来的 妈 您别装老好人了 当了一辈子老好人了 现在咱不能当了妈 咱们没那么多钱 再者说了 哪有那好心人呢 好 还给电衣腰费 还 还 还给送到医院来 哪有啊 现在 不 不 老太太 你赶快告诉你儿子儿媳 谁把你撞倒 谁给你送到医院的 妈 我就听您一句话 您说 谁 谁 谁撞的您 您胡 我是您儿子 那是您儿媳妇儿 谁撞的您 谁给你送到医院的 老太太 谁给你送到医院的 谁撞的你 谁 你看你看 她了吗 我妈都说了 就是你撞的 你还不承认你 那老太太 咱不能没良心啊 要不是我给你送到医院 你现在不知道躺哪儿了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要不是你撞 我们老太太能在这儿 受这么大罪吗 就是 我见过不要脸的 还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呢 把人给撞伤了 你看他撞雷锋呢 你有我们好户了是吧 我见过人多了 哄我的人真没出声的 我见过人太多了 你甭给我弄这事 您不怕遭抱怨啊 谁遭抱怨 你全家才遭抱怨呢 小鹅哥们说 我告诉你 我长了三十岁 没人讹过我 今天这钱 垫付这钱 你还也得还 不还还得还 你轻点 你轻点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医药费是吧 对 我告诉你 邓 邓敏之是吧 我跟你说啊 刚开始那会儿 我们看你 态度挺好 是不是 你说给安排了 什么药都销了 你也知道 两三万医药费 对不对 当时我们想 别的就不追究了 您他让太太 弄好了就完了 你今儿这态度 你还甭弄那事 咱其他队伍 咱还得得算算 你这么死 我不怕钻子绝孙呢你 王八蛋 你说什么呢 你才钻子绝孙呢 我告诉你 我已经有儿子了 都是你 你坏人坐地 你还想抓好人呢 你才造报应呢你 老太太今天 这样有人救 就你们这种主 被他妈撞死都没人管 你才撞死呢 你才撞死呢 你说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我说你被撞死 都没人管 你才撞死呢 干嘛 干嘛呀 你看什么看啊 看你爹呢 找死啊你 来来用下来来 来用下来 行不行 后面催着呢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腾腾这事 还把记者找完了 干嘛呀 有你们这样吗 咱有理说理干嘛 这干嘛呢 谁 谁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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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自己心里明白 谁弄的 我们绝对不会 那么没素质 别不来好人 都别激动啊 别激动 那个邓先生 您能把具体的事情经过 跟我讲一下吗 说 说 今天我在路上走 看到一位老太太 在路上被人撞倒了 没人管 没人帮 我好心 我去给人扶起来吧 老太太说 你帮帮我吧 然后就昏倒了 撒谎脸都不红 你撒谎脸都不红啊 那个邓先生 您接着往下讲吧 老太太晕倒之后是吧 我就向路人求求 路人不管 那我就把老太太 送到医院吧 到了医院 那医院说 你得先交钱 我们才给救治 我怕耽误了救治时间 所以我垫付了 一万多块钱 后来老太太醒了 给我了她儿子的电话 让我打给他们 说实话 我不求他们跟我报恩 只把我垫付的 这一万块钱医药费 给我就行了 结果他们俩呢 像商量好了一样 跟我说 说我给他们老太太 撞倒了 还让我负担医药费 有这样的人吗 你说啊 一句实话 一句真话都没有 你这些话 也就是哄小孩子 还差不多 你是个成家人 都不会信的 邓先生 你的意思就是 你本来是好心救人 结果现在反倒是 被讹诈了是吗 没 没 没 讹诈 您是记者 记者说话 咱得过脑了嘛 什么叫讹诈 这词可不能随便滥用 就是你什么记者啊你 我妈如果不是被她撞的 她怎么可能好心 给送到医院里来 你问问她们 看她们信吧 要是你们 你们能放下自己的事不做 把一个和自己 没什么关系的人 给送到医院来 还给出租源费吗 大家 大家说 大家给平民这里 大家说说 原来也是这个点 从床里来讲 最多也就是打电话 听见了吗 要是跟她没关系 她为什么给电子要费 这不可能的事啊 你 听 听 听 这不可能的事啊 一般正常人 也不会办这事 再说了 老太太已经都紧了 都指认她了 指认你了 老太太都这么大年纪了 难道好赖不尊 连道理都不讲了 真要是她救的 老太太不知道 怎么感谢她呢 你看到了吗 老师你看到了吗 看见了吗 看见了没有 又又又看着在这 在这又 你干嘛你 你干嘛 你还要打 你还想打谁 我告诉你 别在这说了 咱们 不行 法院见 走 成人都不行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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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鹏 忙什么呢 我叫你快点过来吗 好了 我马上过去 什么情况啊 大侠好心救了一个 被撞伤的老太太 几会被人给惹了 怎么会这样啊 我也不知道 她现在一人喝闷酒呢 赶紧起来 咱过去看看她 你去吧 我就不去啊 我累了一天了 一起去一起去 给艾美打个电话 让她一起过去 可大侠根本都不喜欢艾美 就没拿艾美当个女朋友 艾美不是喜欢大侠吗 现在去不找是个机会吗 再说了 我们您帮老爷们劝的 不一定好使 这时候女人说话比较重要 快快快快起 好吧 听你的吧 那你给我拿衣服 老板 老板 叫我多酒的人呢 请你等一下嘛 干什么呀 我喊多酒了 酒呢 这酒茶也回来了吗 你不是要凉啤酒吗 这啤酒刚放冰箱里 再等一下好不好 你哪那么多话呢 拿酒去 拿酒去 好好好 你稍等稍等 真是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大冬天的喝什么亮啤酒 那烧的哼 没素质 大喊大叫的 以为在他们家呢 再废话 你再废话 嘿嘿嘿 哎 坐那儿 欠揍吧 没事啊哥们儿 他今天心情不太好 这废话 过来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 什么情况啊 哥们儿让人给鸽了 不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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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先不带这帮孙子这良心都已经让狗给出了 别当我说了 嗯 要我说啊 这事也怨你自己的 现在好些人道德沦丧 帮他们还不是帮小猫小狗呢 你说什么呢李嘉 一老太太这路边呢你不管啊 你不管啊 行我说错了 你确实说错了 好吧 酒 你说会不会是大侠真的把人给撞了 他出事才送人去医院呢 不可能 我们认识大侠多少年了 他什么人凭你不了解啊 那倒是 我也是按常理推断 正常人谁干这事啊 要是别人我就不信 大侠我就信 咱们为什么叫他贪那么多年大侠啊 不就是因为他为人仗义 这话如果被他听到的话 他心里能好说多了 你不拿上这儿 大侠 我来陪你喝啊 多大个事啊 不就是找个见证人吗 你忘了我跟吕夏是干嘛的 对啊 大侠 不用担心 明天我就去跟我们领导说 专门给你做一个专题 到时候 见证人自然就会出来了 说不定你就成英雄了 那三个人就成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嗯 肯定人人喊打 能打死他们 有多压力使多压力吧 哎 一会儿啊 那个老庞就来了 你也不用太担心 嗯 隔几个都在 先摊下来还给你扛着呢 大侠 哎 花枝那么大了 你看 没事吧 没什么事 喝大了 废话 两个三个来吧 大侠 我今天确实开车了 喝不了酒 再说你这事 不是喝酒能解决的 秀太 有什么办法吗 我那吕夏想了一办法 就是在他们那个报社呢 弄一个专题 扩大一下影响呗 找现场的见证人 我觉得这事靠谱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快成网虫了 还有几个看报纸的呀 反正我周围没有 不是 年轻人看报纸是少 可是这老年人看报纸的 肯定有 有几个算几个 然后呢 咱们再在这个媒体 还有微博上 发一些这样的信息 肯定能冒个泡 刀 大侠 只要媒体参与 我觉得就有一切希望 今天到这儿有个记者去医院 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相信 我估计明天早上见报的时候 规定怎么呼吸乱信 对了 我怎么把这啥也忘了呢 你爸不是那都市报的主编吗 你让你爸打一电话 我们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安排 给公正报道总成吗 对啊 公主你爸这老领导说话肯定好使啊 我爸什么领导呀 我爸都退居二线了 不 电话我肯定得打 只是 我也不知道我爸说话好不好使 不过我觉得 以他的面子 派几个记者采访一下 应该没什么问题 大侠 你不能再喝了啊 万一明天要接受采访 你得把这件事 原原本本地 跟记者说清楚知道吗 是啊 别 你别喝了 我也能帮你 少喝点吧 喝点汤 喝点汤 咱们呢 公主员 拿把勺 你看你都喝成这个样子了 这么晚回去 你妈肯定会担心的 要不 你就住我家吧 好 谢谢 什么时候 才能不跟我这么客气呢 这里不可以客气 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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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 谢谢你啊 跟我不用这么客气 又不是多大的事 喂 美娥 如果这一刻我跟你说 咱们两个在一起吧 你愿意吗 没有 虽然 我等这句话等了很长时间 可是 我不需要你现在告诉我 因为 你现在所有的决定 都不代表你的心 有道理 对 那这样 我先把这花花放在这儿 你什么时候想好了 给我回锅 这报纸怎么这么写啊 这不胡写吗 真是太过分 就是 这记者虽然没有说大侠是假雷锋 但是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了不信任和质疑 真是太混蛋了 看着我就生气 对了 你跟大侠昨天晚上怎么着了 笑什么呀 说呀 今天早上 他跟我说 要跟我正式交往了 真的 那就是说 昨天晚上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就不告诉你 看你那遭样力 以我对你的了解 你肯定不会放过他 什么叫放过他呀 要真有什么 也是他不放过我好吗 要是真有什么 合着你们俩什么事都没有啊 炸我呀 炸我我也不告诉你 行了行了 不跟你说了 但是我觉得 你等邓敏芝这句话等了这么久了 他终于开口了 你是不是得请大家一起庆祝一下呀 算了吧 我没答应他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还端上了 不是我端着 只是我觉得 他现在跟我说 在一起 不代表他真的爱我 他只是寂寞 想找个人安慰罢了 我是想 等他真正爱上我的时候 我再跟他在一起 要不 别奶妹那孩子了 妈 那可不行啊 您糊涂了 你一看现在报纸都已经登出来了 事情已经脑大了 你现在一新人 就等于我们是在讹诈他 搞不好你儿子和我都要坐牢的 嗯 坐牢 妈 你想想 事情到了这一步 已经没办法收拾了 你可千万不能心软啊 要不然那报纸还不知道怎么写呢 没错 你别瞎唬我 我害怕呀 妈 我跟您说啊 就现在您怕 也得顶住 您一定要顶住 知道吗 妈 你可千万不能松口啊 千万别松口了 太太 谁啊 再来接 接 接 你找谁啊 呃 是王阿姨 啊 这个 我是小邓的朋友 来看看 哦哦哦 哎 妈 妈 您那什么 哎呦 妈 您说您 哎呀 您看您 你们别投愈 我报个假刺碑了啊 我跟你说 没用 我妈现在需要的是治疗费 嗯 不是你们的假猩猩 这话说得挺难听的 咱不是 来想一下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东西就 哎哎哎哎 你你别撒 我跟你讲啊 你来了也没多大用 对吧 这事儿点是那姓邓弄的 该让姓邓弄来的就让姓邓了 对不对 我们也不认识您是谁 是吧 您是阿姨的儿子吧 啊 那你看解决问题是不是 不是掌鱼啊 必须的吧 那这样 咱们啊 出去谈谈 让阿姨啊 好好休息休息 阿姨您好好养病啊 咱外面谈 看就谈了谈 我去我你 谈好吗 妈 这头晕着呢 你小心点啊 好 小心点 阿姨 有点